三万一大兵还剩一万三呀 就这么撤了 后来啊 有边民边民们在说传话过来 说缅甸要进贡 但是只闻其身 只闻其身 未见其身呢 老爷子脸呢更挂不住了 其实朝贡这事啊 就像现在两国互访 兵主呢都会互赠国礼 是不是 古代呢其实也这样 你看每次中国朝廷给的回礼 都比那所谓进的贡还多呢 说来说去 到底是不是进贡呢 天原地方 拆了中央吗 都是面子的事 后面子的乾隆爷抑郁了 得赶紧粉饰太平 于是展开了一揽子的掩盖计划 首先 不能在北京接见回朝的小舅子 还得特地跑到天津完成这事 减小影响嘛 然后以他老人家的诗人做派啊 规于平缅甸 这样的丰功伟绩 最后只留下了几首 抒发郁闷的诗啊 再者 当时有关事件及人物史料的记载 都很模糊 甚至还有一些地方 有明显的篡改 诗书有风险 都使须谨慎的 接着 这还得是驳回面子呀 他的军事战略史 时不时就放一小队人马 骚扰一下缅甸的村民 讲好听点 这叫以欺人之道还之欺人之身 讲白了 就是山贼作风啊 同时 他还展开了对缅甸的严厉的贸易制裁和经济封锁 不几个月后 发现缅甸人民活得更好了 他们南亚欧洲的航路依旧很畅通啊 他们也不怎么仰仗大清啊 事情的转机是这样 在将近二十年之后 老爷子八十大寿之计 收到了来自缅甸的大批贡品 中国翻译啊 就就告诉皇上啊 说这个缅甸大使说呀 说这个钱东西就是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啊 你就收了吧 老爷子喜笑颜开啊 两年之后就推出了著作 叫《御志十全记》 缅甸大捷 被列为了人生十大成功回忆之一 而在缅甸的史书的记载是这样 1787年 一群清朝商人 他们假冒的使团来到了缅甸 号称是代表政府的 送了大量的金融财宝 还说你们Is the king 呃我们我们Is the king 和你们这个West king 五百年前一家子呀 不如友好一点过日子吧 缅甸这个钱收舒服了 被中国商人抬着轿子送到了北京 所以啊 历史怎么写 主要看你的势力 都转星以百来年 缅甸又被英国插上了旗 1947年缅甸各帮掌门 在一个叫班农的小镇开会 商量着怎么班农一下脱离英国的统治呢 会后大家达成了叫班农协定 听着这都别扭啊 就在那一年 昂山素季 他爹昂山将军 被暗杀了 但历史的潮流是挡不住地 1948年缅甸独立 昂山将军被称为国父 那将来昂山素季如果有机会执政 就不能叫国母了 穿杯啊 不能叫国女吧 昂山素季啊 是个传奇 过去的20年 基本是没自由的 他没自由 缅甸人提起他也不自由 不能说他的名 只能说 就那谁家小谁吗 就这几点 克林顿家那希拉里 就是要来帮那谁家小谁一把 缅甸的民主春风 会是从美国吹来的吗 在这咱们说一段 这就是缅甸国要大选 昂山素季来露脸 美利坚最有钱 派人送来双保险 奥巴马握大权 变化会晤斩效盐 希拉里来访免 支持昂山传秘典 与人帮很危险 政坛能定整片天 中缅甸酒粮人 新修大坝输水电 泛亚泰局势间 水煮沉浮店中间 百老汇千里一眼 天下竟在掌握间 晚安之后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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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回到青青买老汇 汇声汇色 我接下来要唱歌 大家注意无耳朵 人里在一起 前半没有米 行 各位可以放下来了 受罪 受罪 咱们要说的是国家关心油 咱们关心米 米就是钱 这一到年底 家家户户都等着开锅过年 挣钱的 花钱的 抢钱的 讨钱的 都来了 谁跟钱过不去呢 先是一年一度的国考又开始了 全国各地进城赶考的秀才们 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今年133万大军争抢1.8万个名额 算下来差不多73个人选一个 够残酷 他不会话说回来了 要是133万人全招了 过不了几年 就得有13亿的公务员 那谁干活呢 考试的题目还很有深度 问 为什么分手不仅可能造成心理痛苦 还有可能造成生理上的疼痛呢 这是考医生执照的吗 还问 为什么碳酸饮料是原包装 那牛奶呢 是方包装呢 这是一个卖饮料的都不会去思考的问题呀 为什么我们的办公效率低 他都忙着琢磨这饮料瓶子为什么长这样呢 这么秀气的题目 还有人能考得上全靠的人训练 为人民B服务 人民A和人民C我们也负责 有人说呀 有品味的生活 是开意大利车 穿法国衣服 找日本媳妇 做中国公务员 这些话表明了什么呢 外国公务员 其实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 比如英国 全国两百万公务员大罢工 原因是 政府减少了公务员的养老金补贴 学校放假 公司休息 连首相办公室的都上街游行去了 如果您不幸在这一天生病 不好意思 这家人人吧 因为我们大夫都出院了 这年头啊 有奶就是娘 没钱 你以为你是谁啊 有时候点被不能怨社会 这头老百姓是嗷嗷的要钱 那头呢 英国大使馆还让伊朗给砸了 建议卡梅伦先生 您赶紧去找个神败一败吧 有时候天上掉馅饼的美事 是不太可能发生在 我们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的 天上只会掉灰啊 但是 自从我们有了陈光彪先生 世界因此 而美丽 刚开完贵州演唱会不久的这个标格啊 最近又有新动作 在微博上卖房 绝版水岸名底 北上广五年之前的房价 再给你打九折 只要你是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 不管是老模 英模 超模 还是科技闲见工作者 快点鼠标 联系你标哥哦 朋友们 还有谁 能像标哥这样 视金钱无粪土啊 由此 我不仅蒙发出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想法 我们一起来推举标哥 做红叉会的领导吧 起码 起码还能看见回头钱呢 说到红叉会 今年命犯太岁 声望大损 不过最近啊 有人给他证身了 福布斯杂志最近发布的 2011年福布斯中国慈善基金会榜中 将慈善基金会的透明度 作为了主要的评判标准 中国红叉字会 中国红叉字基金会 名列前三甲 人家说的 正是郭美美事件之后 红叉会改进力度很大 所以这个结果是公正的 我觉得啊 还应该提名美美 呃成为今年感动中国人物 啊不对 还得加个提手旁 叫撼动中国人物 红叉会繁荣 水涨船高 穷人们的日子也好过了 最新出台的国家扶贫标准 从09年的1196块钱 升到现在2300块 涨幅92% 这比股市行景涨得还好呢 得 中国又一批穷人顺利脱贫了 但你仔细算算 2300块一年 平均一个月192块钱 一年一天六块多 六块钱一天 能干什么 说实话 我想都不敢想 不过呢 在中国 目前有一亿多的老百姓 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我想建议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批比他们生活状态实际上好一些的人 你早晨去菜市场 不要去看琳琅满目的菜 你去看地上扔的那些烂菜叶子 总会有不少的人在那边去挑还可以放进肚子的菜叶子带回家去做饭 真真正正存在的人 所以当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真的是真心好想去做慈善 而且各位 慈善并不是让你的日子过得不好 而是在你过好日子的同时 也让别人的日子能够过得好一些 当然了 做慈善 我们还真的是要找到一个有慈善心的机构 来帮我们完成后续的事情 钱好多事都是钱的问题 钱它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字 人人都爱 因为那是我们在现代社会生存的最基本保障 没钱的日子 我们都想着 一定要有有钱的那天 等我们有了钱 就带来了更多的烦恼 这些年 中国人闷着头挣钱 时不时会有人跳出来呼吁 要停一停 要歇一歇 我怎么样停呢 人大家都学过 人就算坐在地球上不动 可是地球也在动啊 所以我们只能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往前 一个是往后 讲白了就是向前看 还是向后转呢 这就是命 我向后转吧 咱们下周见 人生 它就像一出音乐剧 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曲子之一 有人平淡 有人离奇 关键闪亮登场以后 你还没法恩基